之前已经谈到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 西汉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动 之后就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 即天子长大政内朝主策略 上书通内外 御史都上下三公率百辽 不过在这种结构下 西汉的历史还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展开 国家就毁灭了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种结构的基础上 东汉新三公系统的塑造 公元25年6月 刘秀在河北地区称帝 东汉建立 四个月后定都在洛阳 到第二年的春天 汉军进入长安 把高祖庙里面供奉的 西汉皇帝的神主牌位 搬到了洛阳 以此为标志 汉朝的法统正式完成了迁移 在迁移法统的同时 东汉的政权组织也开始陆续构建起来 由于这个时期的东汉政权 是在刘秀将军幕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所谓实无固点朝廷又少旧臣 所以在向中央政府转变的时候 就大量使用了西汉和新盟时期 遗留下来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吏 用他们来充实各级单位 后汉书卷25 卷26 卷27 卷28 说了不少这方面的事情 因此 在东汉建国的最初阶段 在那个还需要用武力逐步统一国家的时期 东汉政权的建设 基本上就是对西汉末期的框架进行了复刻 到建武12年 公孙树政权被汉军消灭 国家核心区完成统一之后 东汉就开始对政权结构和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进行调整 这就是通过退功臣而尽文力 推动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的专业化 以此来实现把最高权力向上集中 让皇帝总览权刚的目的 西汉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从汉武帝17开始就产生了一种 国家政策的发动者和最高决策权 逐渐向宫廷转移 向皇帝转移的趋势 而东汉初期所做的调整 则是继续加强了这种趋势 在历经光武帝和汉明帝两代人之后 对于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东汉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点 比如东汉的三宫系统 在刚建国的阶段 东汉继承了西汉末期 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 三宫顶足共同领导行政系统的制度 之后到建武27年 光武帝又把大司马恢复成了太尉 同时把大司徒和大司空 这两个职务的大字都去掉了 这样东汉的三宫就变成了太尉、司徒和司空 经过改动之后 这些官职名称 一直用到了统一的东汉政权覆灭 西汉末期建立三宫顶足制度的时候 也对三宫的职权范围进行过划分 所谓定清大夫之刃、分职、受政 但是具体的职权是怎么分的 他们的下属机关是怎么配置的 这些还都比较模糊 而东汉时期给太尉、司徒和司空所做的职权划分 就要清晰很多 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是太尉 太尉的级别是公 职权是掌四方、兵士、公克 遂禁及奏旗殿罪而行赏罚 凡是涉及到军队军事方面的事情 就都和太尉有关 参与军队或者军事工作的人 每年的年底 太尉府会对他们进行考核 根据他们履行本职工作的情况 来对他们进行奖励或者处罚 不过奖励或者处罚呢 并不是由太尉府直接做出 而是太尉府先根据考核的情况 做出奖励或者处罚的判定 然后再把这些判定提交给皇帝 申请执行这些判定 皇帝如果同意申请 就会以诏书的形式 把奖励或者处罚决定下发到相关单位 这也是西汉时期的通常流程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太尉的职权范围 是所有涉及到军队和军事工作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太尉府主要对应的是事情本身 这个特点从太尉府下属机关的工作内容上也能看到 太尉府有一个铅蛋的长使负责太尉府的整体工作 长使的下面有24个负责人分别管理13个单位 也就是曹 另外还有23个低级工作人员负责从各单位文书 到太尉出行在内的其他杂事 在太尉府的13草里 重要性排第一的是西草 主管内部人员的任免考核 东草负责从郡太守到县令县长县位县城各级负责人的签调任免 同时军官的人事工作也归他们负责 其他11个曹则负责从奏书的撰写到货币的铸造 盐铁的经营 国家的粮食储备 太尉本人的出行保卫等等在内的所有工作 对于后患书所记录的这13个太尉府下辖分管单位的性质 有不同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 这就是东汉时期太尉府下属机关的实际编制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 那么东汉的太尉府就拥有了西汉前期丞相府的大部分权利 或者说太尉府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是东汉的丞相府 比如在东汉的三宫里 他们的排列顺序就是太尉在前 其次是司徒 最后是司空 而太尉也被称为上司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 这种情况属于后患书在描述上的一种简略表达 东汉的三宫在级别待遇上是齐平的 但是在参与集体活动的时候 他们在位置的排列顺序上有前后的差别 也就是太尉在前 后面是司徒 在后面是司空 所以在习惯上 太尉的政治身份也就比司徒和司空要高一些 而后患书的作者在解释东汉三宫职权范围的时候 也采用了这种先后的顺序 首先对太尉进行了描述 而在描述太尉的时候 作者不仅是在说明太尉的情况 也是在说明太尉情况的同时 把三宫的一些共同特征都放在太尉这里一起说了 所以太尉府有13槽 并不是说这13个槽只有太尉府才有 而是三宫里普遍都有很多个类似的槽 按照某些统计 司徒府有大约15个槽 司空府有大约12个 在三宫府各自的十几个槽里 多数是名称和功能都相同的 比如贼草 按照后汉书《河场传》的说法 在汉河帝张河二年发生的 窦县刺杀都乡侯流畅事件中 三宫府都派出了自己下辖的贼草负责人 来进行案件调查 而如果这个看法成立 那么似乎三宫府在职权范围上 有大部分都将是重叠的 对于这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地方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和太尉府 或者说三宫府的工作方式有关 上面说了 太尉府的工作方式是以事情为中心 所谓掌四方兵士 在具体的工作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 凡是涉及到军队和军事的人 他们的工作情况就要受到太尉府的考核 这些人里有些是永久归太尉府管辖的 比如军队里的军官 而更多的人原本是有本职岗位 只是由于军事活动的出现 才和太尉府发生联系并接受考核的 而当他们从军事活动中退出 这种联系就会解除 太尉府也就自动失去了考核他们的权利 后患书说 太尉府有权对军官以及从军太守 到县位县城在内的各级负责人进行签调任免 太尉主管的就是军事 任免军官算是他的本职工作 而在对两千弹掌力进行签除的时候 这里的两千弹掌力 他所指的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所有两千弹掌力 而是和军事活动有关的部分人员 打个比方就是 一个太守或者县长 他们原本有自己的上级主管单位 但是在他们管辖的境内发生了战争 或者叛乱之类的事情 那么太尉府就自动获得了 对他们的临时性人事管辖权 他们在应对这类事件时候的表现 也将由太尉府进行考核评价 而如果他们的辖区长期承担着一些军事任务 比如靠近边境 需要防御境外民族入侵等等 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将长期接受太尉府的管理或者监督 而他们的人事关系也将长期由太尉府掌握 也就是说除了核心的本职工作以外 作为中央机关的太尉府 还可能涉及到更多更复杂的方面 因此在内部一直保持相对应的主管单位 也就是一件相对比较合理的事情了 而这种工作方式不仅存在于太尉府 司徒府和司空府也同样如此 太尉府的工作主线是兵室 而司徒府的工作主线就是民室 或者说人民室 所谓长人民室 凡教民孝涕 训顺 谦谦 养生送死之事 则一其至 见其度 大致来说 凡是和民众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 司徒他都有权讨论 并根据情况出台相应的礼仪规范 或者法律法规 而且各单位的民事工作 也都要受到司徒府的考核 和太尉府处理兵事一样 司徒府年底的时候也要对他们奏其殿罪而行赏罚 至于考核的主要途径则是上纪制度 西汉时期的上纪由丞相负责审核评定 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依据 而在东汉时期 作为从丞相府转化而来的司徒府 也依然是上纪工作的主要对接单位 司徒府同样有一个签单的长使 负责整体工作 汉武帝时期曾经给丞相府里增加了一个 2000弹的司职 到东汉这个职务就被撤销了 司徒府里具体有多少个分管各类业务的槽 现在并不清楚 不过数量上应该是比太尉府多一些的 因为光是各单位的主管人员就达到了31个 而且就是负责处理杂事的低级办事员 在编制上也比太尉府多13个 司徒再往下就是司空 他负责的是各种水利土木工程的建设 比如盖房子 修建城市 修建宫殿 修建帝王陵墓 开挖沟渠 修筑河堤等等 这些事情都属于司空的职权范围 需要他来组织施工 并对工程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负责 因此所有设计到工程建设或者维护的人员 都要接受司空的监督考核 至于具体的考核方式 讲成措施 则和太尉与司徒的做法基本一致 也都是奏其电缀而行赏法 司空府也有一个签单的长使 长使的下面有29名主管人员和42名办事员 司空主管人员的数量 超过了太尉府 而低级办事员的数量又超过了司徒府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 司空府的工作有着更多的技术性因素 所以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来保障工作展开 比如治理黄河的王景 他就是因为懂技术 所以才在司空府工作的 最后也是从司空府走出去 担任了治理黄河的工作 以上就是东汉三公或者说三公府的基本情况 总的来说 东汉的三公制度具备这么几个特点 一 三公在本职工作上有差异 侧重点有不同 但是他们的职权范围则都是全国性的 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以事为主 那么原则上来说随着事情的发展 以及对事情性质的定义 他们的职权范围就可以持续扩展 二 三公的政治等级三公府的内部机构设置 这些大体上是一致的 虽然因为职权范围的不同 人员的配置会有区别 但是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流程上 三公府基本上可以做到互通 也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为备份的条件 因此如果有必要 三公之间也可以互相代理 甚至完全接管对方的工作 又或者在日常的工作中 为了某种具体的目的而突破政治惯例 插手对方的职权范围 事实上东汉的政治冲突多数时候 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 三 虽然三公府的职权范围有区别 但是他们在工作上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而是存在互相协同的情况 比如说 东汉时期从御史大夫转化而来的司空 他和西汉时期一样 也会参与主要由司徒承担的上级的审核工作 再比如 上面所说的斗县刺杀都相侯流畅事件中 三公府的应对就算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不仅如此 东汉在制度层面上还规定了 国家如果准备推行什么重大的政策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问题 所谓大造大疑 那么这些都需要三公共同协商 给出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做下一步行动 另外如果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本人出现了问题 所谓国有过世 那么三公也可以联合起来向上传递自己的意见 要求皇帝本人做出改变 关于三公的职权范围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对九卿的分割 西汉晚期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探索 后来在新莽时期实行过一段时间的一公三卿制度 大致就是把九卿分给三公 让他们直接领导 东汉建立之后就延续之前的思路 构建了自己的一公三卿制度 概括来说就是 从工作内容来说 九卿基本上是按照三公的工作主线来分配的 大约就是宗庙祭祀和工程警卫归属太位 车辆马匹的管理机关 装备制造机关 最高司法机关和边境外交事务 以及各郡国在京办事处事务的管理机关 归属司徒 管理流性宗室的 管理国家财政的 和为宫廷为皇帝提供服务的 这些机关则归属司空 九卿被分配完毕之后 东汉中央政府层面 尽忠之外承担主要执行工作 或者说辅助性工作的部门 就基本上被系统化地整合在了三公体系之内 而在三公体系之上的 就是作为决策机关主体的尚书台 下一期咱们就来看一下 东汉时期尚书台的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